第九题 做物体沿斜面下滑实验时 滑车拉动子带经过电磷计时器 得到部分子带上打点结果如图 若相邻两点之间时间间隔是0.1秒钟 X1等于4.0公分 X2等于16.0公分 则下面叙述哪些正确 我们先看这个图上 这是打点计时器整个子带记录上的一部分 由于子带上每个时间间隔是固定的 所以题目说相邻两点之间的时间间隔0.1秒钟 所以AB的时间间隔这里有0.1秒 BC的时间间隔0.1秒 CD的时间间隔也是0.1秒钟 所以我们晓得时间间距 而每个间距它的长度是一个等差数列 题目说 X1这里有4公分 X2这里是16公分 所以假设BC这一段距离是Y 所以我们利用等差中向的关系 Y等于4公分加16公分 相加除以2 20除以2等于10公分 所以我知道Y的长度 也就是BC的长度是10公分 所以BC之间的距离有10公分 A这个是对的 接下来要求B点的顺时速率 因为每个间距0.1秒钟 我如果要算B点的顺时速率 我可以利用等加速度 AC的平均速度 等于B点的顺时速度 所以我求AC的平均速度 而AC距离 因为这里两格 我们刚求出来 Y这里是10公分 所以A到C的距离是4公分加10公分 总共有14公分的距离 而两格的时间 一个0.1秒 两格有0.2秒钟 所以 14公分除以0.2秒 14除以0.2 等于70公分每秒 所以 AC的平均速度是70 因此B点的顺时速度也是70 70公分每秒 换成公尺是0.7公分每秒 B这个是对的 C 划算的加速度是6公分秒平方 要求加速度 那我们要先知道每一点的顺时速度 所以 我要知道C点的顺时速度 但是 C的速度 我可以利用BD的平均速度 由于BD的平均 两格10公分加16公分 全部距离有26公分 两格的时间 也是0.2秒钟 所以 26除以0.2 260除以2 130公分每秒 所以 B珠的平均速度 130 因此 C点的顺时速度也是130 而这时候 我求出 B点跟C点的顺时速度 因此 加速度 等于 把C点的速度 减掉B点的速度 两个速度相减 除以经过的时间 ΔT 结果 C点的速度 130 减掉B点的速度 是70 除上B和C 相隔一格 0.1秒 所以 60除以0.1 等于600公分 除以秒平方 化作公尺 是6公尺 除以秒平方 因此 加速度是6 C 这个是对的 D A点的顺时速度是0 我们求出来 C点的速度 Z点的速度 是130 而B点的速度 是70 因为 每一点的速度 相同的时间间距 它是一个等差数 所以 我们可以利用 B点的速度 是A点的速度 跟C点速度的平均值 所以 B的速度 70 等于 A点速度 加上 C是130 除以2 所以 2乘过去 A的速度 加130 等于140 因此 A的速度 A的速度是10 公分 每秒 所以A点的速度是10 所以A点顺时速率不是0 Z这个不对 1 A到D的平均速率是1.0公尺 整段的平均速率 我们利用 AD的总距离 除以经过总时间 这个 这个就是整段的平均速率 这个就是整段的平均速率 由于全部距离 AD是4公分 加10公分 加16公分 所以加起来总共有30公分的距离 3格总共0.3秒钟 所以把总距离 除以总时间 所以除出来等于100公分 每秒 所以换成公尺 是1公尺 每秒 所以A到D 平均速率 总距离 除以总时间 算出来的平均速率 是每秒 1公尺 1 这个是对的 所以第九题 正确的 A B C E 正确